自从罗志强爆料说 中天新闻关定了之后 大家都在努力追踪幕后的最新消息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教一下志强 申宏龙有没有告诉你最新的消息 现在所谓的条件说什么之类 到底往什么方向在发展 其实这位申宏龙也没有很常跟我联络 他基本上只有关键时刻 他有时候会发出一些讯号 就是说准确率都很高 因为跟我联络也是有风险 但是这位申宏龙以外 我还是有得到一些讯息 我觉得跟柯文哲得到讯息差不多 就是说基本上关键是在苏贞昌身上 蔡英文管不了苏贞昌 可是蔡英文管不了苏贞昌 不代表蔡英文不能做事 他只要跟陈水扁说一样的话就可以了 就是他宣誓任内绝对不会关新闻台 就陈水扁曾经宣誓过了 然后他只要告诉大家说 今天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他把立场表达出来 讲得够清楚的话 即便他管不了苏贞昌 实际上斯正昌也会有所节制 所以关键不要讲说跟蔡英文没关系 蔡英文他还是负担一定的责任